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毋庸置疑 安赛龙的最大威胁就是后场的高点下压 1米94的身高加上起跳不仅难跌能力强 而且突击的落点和速度也极具威胁 不过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就已经说过 身材高大的球员威胁大的同时 他的缺陷也非常明显 从整场比赛中来看 李宗伟对于安赛龙的限制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 首先在整体的战术上 李宗伟都是以下压为主 尽量把安赛龙控制在下手位 同时在球路上结合两侧的边线 利用斜线球路来控制安赛龙的转身 我们来看第一局9比11的这一回合 开局之后 李宗伟就利用挡对角的斜线球路来调动安赛龙 而随后的这排推调正手底线 也同样是为了控制安赛龙的转身 然后抓往前的过渡高点抢搓 同样是大斜线的球路 而最后在突击的把握上 李宗伟的选择并不是发力的重杀 而是拍面包裹住球侧面的滑板披杀 目的也是利用披杀过往后的急坠 来让防守重杀的安赛龙难以接力 很明显 安赛龙在防守这排斜线披杀时 已经做出了最大幅度的转身 所以重心难以保持 打网的质量也同样得不到保证 最后李宗伟抓住机会 连贯对角得分 整体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回合 他既体现出了李宗伟斜线球路的限制意识 同时也表现出李宗伟在本场比赛的突击意识 那就是除了绝对机会之外 不轻易中杀 而是通过点杀 批杀 长杀 以及批掉等手段 来破坏节奏 保持连贯 但是 就像在其他天里的 能量做好 很棒的身体砍 不过这些手段能够发挥作用 还是建立在安塞隆对于李宗伟 突击威胁的忌惮基础上 所以安塞隆在接杀的准备上 一般站位都会相对偏后 优先防守李宗伟的重杀 所以这时批杀 点杀 批掉等进攻手段 就能发挥作用了 那么同样在比赛中 也会存在站位靠前的情况 一般来说在单打中 当我们推调斜线后场 回位时的防守都会相对偏前 所以这时长杀直线 往往就能起到非常好的进攻效果 而安塞隆又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球员 所以在接杀时 会比普通球员 做出更大幅度的转身动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身体重心也就很容易被破坏 整体来说 安塞隆这种身材高大的球员 身体重心的保持是极为重要的 一旦重心被破坏 重新再调整 会比一般的球员 花费更多的时间 消耗也会更大 第二局 17比17的这一回合 李宗伟防守挡网之后 抓住安塞隆勾对角 抢住高点 不急于出手 假放针推 当安塞隆重心前进时 突然抛高 打掉安塞隆的重心 出现机会之后 在起跳突击安塞隆 需要转身的对角 接下来同样是18比18的这一回合 安塞隆发球 李宗伟快抢高点 假扑身放 晃掉安塞隆重心之后 再抢高点 快勾对角 这一右一左的两个落点 同样是需要安塞隆 大幅度转身的折返 那么从这两个回合 我们就能看出 李宗伟的战术 就是针对安塞隆 身材高大的特点 斜线球路的基础上 结合变节奏的停顿 让安塞隆来回转身的同时 不断进行左右 上下的重心调整 可以说这是转身 加重心的双重限制 从这一点上 我们也能看出 李宗伟对于安塞隆的 赛前准备 做得非常充足 另外我们在开头也说过 李宗伟对于安塞隆的限制 是全面性的 由于身高必长的优势 安塞隆的拦戒面积极大 而突击的步伐上 还有一个提前侧身的细节调整 也就是 一般当安塞隆碰完远往之后 会提前侧身 预判对手正手区的推球 而李宗伟在这场比赛中 极为注意这一细节 要么把球回到与安塞隆 预判方向相反的区域 要么再往前重复回放 这样就减少了 被安塞隆抓球突击 直接打死的几率 整体上我们在这一细节上就能看出李宗伟对于安塞隆的球路限制 同时在双方比拼心理和意识的层面上 我们也能看出安塞隆着急抢攻的心理 另外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安塞隆始终没能解决好推调不到位的问题 所以在一直防不住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急躁 而反观李宗伟则表现得更加沉稳和果断 从赛前的准备到技术执行 再到最后的心理掌控 每一个环节都展现出了第一单打的风范 实在在变 英雄会老 或许这将是李宗伟最后一届的汤姆斯杯 作为马兰西亚队的灵魂人物 他的身上一直肩负着整个民族的期望和梦想 七届汤杯 向李队长致敬 向羽坛不老的传奇致敬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剑招车招 本期的互动话题就是 李宗伟在历届的汤姆斯杯中 你最难忘的是哪立场呢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讨论 点赞最多的三名用户 将会获得90天的爱与和会员 上期节目的中奖球友 我们的奖品才会在个人中心 通过一分钱购买VIP的活动为大家送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我是有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